人往了一座商圈 白色双兵百万名车 行驶在大街上 女车主准备回到车上 才发现车子竟然凭空消失 他只是在这边讲说 他车被偷了 可能被偷掉了 然后我就帮他报案 然后就警察就来了 他车上有小朋友 对啊 然后我说你赶快打小朋友手机 他说没有人接啊 当选驾驶把车围在红线上 车没熄火 孩子留在车上 人就进入土地公庙拜拜 只有被窃宰盯上 离人带车加速逃逸 事发在19号上午10点多 警方接触员到场踩阵 窃贼疑四骑的 这辆桃红色脚踏车 在附近写话 看到女驾驶车没熄火 伺机犯案 有监视器监视到说 某一个人期待 这一部脚踏车来就接 就只要停着 拿车子十几分钟 之后妈妈就发现车子见 该名窃贤 于观望后 发现该车并未熄火 窃贤可能担心 刺激败露 往前驾驶一段后 见四周无人 方才下车将男童拉下车 窃贼连带车开数百公尺 将男童丢包在这一处路口 男童饱受惊吓 被热情民众带往派出所报案 窃贼在土地公庙前 把车开走 将男童一路在200公尺远 将人丢包下车 妈妈一时大意车 没熄火丢下车 让窃贼有机可乘 孩子差一点被掳走 索性男童平安没事 目前警方进行调跃 周到接触器 展开地毯式搜索 要将这名偷车贼 逮捕归案 近期环绢的事先提出报道 大贼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 大贼近新闻